而未曾清楚的事情 却不知有多少 我想了一想 道 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 我相信 从这一大堆文件中 我们一定可以研究出一点头绪来的 张海龙道 但愿如此 我们两人 一起退出了地下室 那两个印第安人 立即由里面降门关上 我们又上了十级 一路上 我急不急待 必翻阅着家中的文件 但那却是我们不慎了了的公式 图表 到了客厅中 张小娟仍是气呼呼地坐着 连望都不望我一眼 只是对她的父亲道 爸爸 你满足了 因为又有人知道我们的丑事了 张海龙面色一沉 客道 阿娟 你回市区区 张小娟获得站了起来 高跟鞋声 咯咯地响着 走了出去 不一会 我们便听到了汽车开走的声音 她为人一直十分古怪 很难说什么特殊表现 问 她没有朋友吗 答 有 有一个外国人 时时和她来往 但我却不知道她的名字地址 问 她有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答 没有 问 她在美国哪一家大学求学 答 密西西比州州立大学 问 你再仔细地想一想 她失踪之前 有什么一呼寻常的举动 我们来到有人的举行 或许多 如果您可以确定